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横盘嘛 上周好像在49,000的时候做了一个视频 然后后来这边震荡了一下 横盘的话因为它我们进入一个新的一个月 现在9月了 所以有新的日级别出来 我给大家标上这些一些级别 就49,000这边有一个日级别 然后再来43,900 所以大概44,000左右这边会有一个支撑的 这是转折点 如果跌破这里的话就可能会 可能下面会有一些下跌的空间 所以目前我们是在想办法站稳 49,000这个daily的一个R1 然后上面这边有阻力 这个空军的这个基地 就是从这个顶拉到这波回调的底的一个 空军的golden pocket 这个618在这里 我一直都标着这一个点 就大概52,000左右 然后这里跟这个R2又重叠了 我们想办法突破了几次 然后这一次新的一个月 看可不可以站稳这个R1 然后再重一次 看动力够不够 其他的币都看起来不错 都在创新高 我们看一下以太坊 以太坊要准备破这个R3了 R3破了以后应该会进入 又进入Price Discovery 它以太坊马上又要 马上对比特币要创新高 如果进入Price Discovery的话 我觉得会破以往的 那个对比特币的历史高 2017的历史高 然后狗狗币 很多人说狗狗怎么不动 只是狗狗币就是 其他币在涨嘛 然后最后资金流入狗狗狗 就会爆发一波这样子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举个例子给大家看 大概我这是看狗狗币 跟以太坊对比特币 我没有看那个对美金的 所以我们看对比特币为主 OK所以比如说 比如说这一波好了 这里狗狗币还在横盘 横盘 稍微有一点跌 以太坊先冲了这一波有没有 然后狗狗币在这边 有点横盘有点跌 然后最后狗狗币就一波跟状这样子 然后变成以太坊有一点横盘 然后狗狗币就喷射上去 然后就一起回调了一波 然后现在以太坊要冲了 所以接下来呢 9月呢我觉得狗狗币也会再冲一波 然后不止这一次是这样子 就之前也好几次也是 特别是我们之前有开直播的时候 因为我记得就是 一下以太坊的人进来酸狗狗币 或者说狗狗币 然后突然狗狗币就起飞了 然后就一直轮流嘛 然后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是市场这个资金 就是不同的币来回流 然后突然流进来狗狗币 狗狗币就会爆发 然后现在市场在拉其他的币 就在拉一些可能一些公链的币 还有NFT 什么Solana 以太坊 Cardano 这几个这种公链币 就算是那种大 比较大的币 然后中型的币 中大型的币 然后再来会流到中型的币 然后再流到小一点的币 狗狗币算比较奇怪 像它是自己的一个东西 所以它就是 反正别人账完 它也会跟涨 只要这个MarketCap还在 这资金还在这市场内 它也会跟涨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Bitcoin Dominant 上次我们有说了 大概这个图有解释了一下 破以往的高 然后2017的顶在这里 所以我认为我们大概是在 可能在这个阶段 还没到顶 只有这个阶段 所以我说Bitcoin Dominant 可能还会在瀑布 可能一两波 或者在这边横盘一阵子 在这边横盘 半死不活的时候 就是山寨季节 在这Bitcoin Dominant 下来这里的时候 然后这是山寨币 山寨币的总市值 我之前画的 可能这里反弹 可能这边反弹 目前看起来是 这个反弹了 然后希望可以进入 继续进入Price Discovery 然后可以创到新高 然后山寨币 也会吸资金进来 比特币 比特币也会吸资金进来 反正只要有新的资金进来 这个市场 对整个Crypto都是好的 所以我觉得没必要分那么多派 就是什么 以太坊的人看不上比特币的 然后比特币Maximalist 看不上狗狗币 看不上以太坊这样子 其实整个我们应该是一个团 一个要统一一点才对 我们的共同的敌人 其实是传统的金融 而不是互相 Crypto的市场就是自由嘛 所以每个人都有自由 想要投什么逼都可以 想要创造什么逼都可以 这样子 所以这边就是 比较自由的一个地方 然后不会受到任何的打压 不会像传统的金融 会受到政府啊 法律的一些管制和打压 没有那么多管制和打压 好 让我们来看一下 我刚才说的 如果资金只要在这市场内 这个市场就是很健康的 然后狗狗币最近被Solana超越了 第七名 Solana抢走第七名 所以狗狗币一直维持在前十 所以狗狗币很厉害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总marketcap Crypto总marketcap 还是维持在2trillion以上 你看这个是 基本上垂直往天上飞的 所以 当然它瀑布也是很突然 所以 不会想要去预测未来 只是看好这些 这个市场 你看好的币买了就拿好 建议不要追来追去 不要 比如说你拿着狗狗币 拿得不耐烦的 你看到以太坊在冲 看到Solana在冲 然后现在追进去 一般这种都是错 比较错误的选择 因为一般你反应过来 你觉得 那个 你看了眼红的 你跳进去 一般都是接近顶了 然后狗狗币就突然就拉起来 所以你看到什么币 我的策略就是看好了 你就买 买了就拿好 乖乖的等它起飞就好 不起飞 那你就把风险算进去就好 你把不起飞 万一它真的不起飞了 那你就不要投超过某一个额度 你自己去安排 每个人都不一样 适合的策略都不一样 好 然后我们主要价钱不要关注那么多 我看一下比特币还有没有什么要说的 就是5万2 这边如果破的话 我们应该就 应该就准备创新高 5万2如果破的话 5万7一个阻力 上面就没阻力了 应该是 上面完全没阻力 weekly r3我们维持的很健康的在weekly r3以上 然后现在就只有daily的级别在这里 一个5万2 然后一个5万7 我认为如果5万7这边站稳的就是创新高了 小试级别呢 小试级别也没有 小试级别5万3 5万1 所以5万1 5万2这边会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 一个转折点 可能会需要山寨币的血进来奶一下 只是比特币如果在这边横排一阵子也不赖 因为在这边如果在这边横盘的话 山寨忌绝就继续狂飞 好那我们来关注新闻 价钱上就大概这样子 我看一下狗狗币 狗狗币的话看冲的价钱 大概600冲是狗狗币的转折点 所以它现在在在这边挣扎吧 在这边横盘中 一直在这600冲这边来来回回 如果这边可以站稳的话 狗狗币就开始进入月级别的上涨趋势的 那接下来9月10月狗狗币就有戏 除非突然其他的币 那个突然资金撤离以外 狗狗币应该就有戏 然后只是现在我们很多的 有可能的FUD都已经没了 然后有可能催化的因素还是很多 有可能会来的 FUD就是恐慌嘛 就比如说中国又跳出来禁止比特币怎么样 已经都禁止了 已经都打压了 那又没办法再继续更加的打压 也差不多就这样子了 我们已经见到最恐怖的 已经就差不多结束了 所以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好 然后我们看一些新闻 Coinbase Balance on Coinbase 就是看Coinbase上面 有的比特币储蓄量 它这储蓄量是 可能是用户 可能是机构 就存在Coinbase平台上面 有多少个币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就从2020一路就直线往下跳 代表很多用户和机构 在从Coinbase上面把币提出来 提出来提到哪里 一般都是提到自己的钱包去 长期的储蓄 所以就会减少抛售压力 就立刻突然来个什么恐慌 这价钱反应的速度可能不会那么快 因为平台上面都没有币的嘛 那就抛不了 你要抛的话还需要转回平台 然后再抛掉这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直在瀑布 这个比特币好像从来没有见过 这样子一直持续上从平台提出来 我觉得体现到几个点吧 一个就是机构在大量囤币 他们囤币他们肯定不会存在Coinbase 让Coinbase持有他们那个 十万个比特币 几千几万个比特币 他们肯定是存到自己的 Multi-sig的钱包 所以他们都要提币提出来 然后再来就是用户可能对Coinbase的信任 对这些平台的信任可能越来越低 对政府对机构对这些管制的信任越来越低 因为我们不相信Coinbase才会不把币存在上面放着嘛 要不然放在上面其实买卖很方便 为什么不放在上面 就是不安全或者不信任 所以提出来的一般都是长期持有者 存到自己硬件钱包里 然后我们看第二个新闻 Mark Cuban 就是Dallas Maverick的那个owner 他们他现在在做一个活动 只要有人在他们的 他们这NBA队的店里面 花150块美金 等值的狗狗币 in one transaction 是单笔 超过150美金的狗狗币 他们会得到一个免费的 25美金的一个返现 这个意思 所以他在鼓励大家使用狗狗币 然后带动这个狗狗币的流通性 从他的 虽然只是一个店 店铺 至少有人在做这些东西 从这个店铺开始 然后在整个9月 这个program run until September 30th 所以整个9月都可以参与这个活动 如果有Dallas Mavericks的粉丝的话 可以考虑用狗狗币去买一些 那个周边产品 然后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新闻 就是crypto and blockchain jobs share grew 118% 这11小时前的新闻 因为这两天 我老婆才跟我说 就是 他前一阵子 我们还住在洛杉矶的时候 那个 他有在关注这个 工作的这个市场 他在学习 怎么做一些设计 UX UI Design 然后所以他有在那 Angel List 或者一些其他 招聘的网站上面看 都有什么工作 或者一些实习的机会 他去 他想要去学习 然后他在学这方面的 然后他说从洛杉矶那时候 大概两三个月前 到现在他发现 工作机会 实习机会 或者招聘的 关于crypto跟blockchain的 突然就多了很多 原本他看的Angel List上面 只有一个Zapper Finance 就之前我有 我自己有在用的一个服务 就专门管理你的钱包资产 然后看 你有多少钱 反正反正就是一个项目 他们也在招聘 只是他现在 他说之前只有那一个公司在招聘 然后现在一上去 就一大堆各式各样的创业 很多新的startup 然后所以 新闻这才11个小时前的新闻 那个也有说 就是工作机会增长了 118% 10个月内 所以有时候还是得关注这个市场 你需要在这个市场内 在里面做东西 你才有办法跟着这个趋势 就像现在我没有跟上 这NFT的趋势 因为我前一阵阵都还搬家 所以我也不懂 我也不知道在干嘛 因为我都没在关注 所以还是要关注 才会有更深度的了解 大家说 就是我说的嘛 两个月前 大概July 7月左右到9月增长了 118%工作机会 Crypto 所以如果大家 有些少工作的 做互联网相关的 可以关注一下 来帮忙推广这个普及化Crypto Crypto的工作机会多了 代表小公司多了 小公司多了 就会有更多的on-ramp 会有更多的 因为现在有的钱包 其实很难用的 不是很 那用户体验 不是很容易 给那种小白 来用一个硬件钱包 其实蛮可 对他们来说蛮可怕的 特别是如果要存 比较大的资金在里面 或交易比较大的资金的话 所以我们还有很多的 就是 可能那种前端 需要做的好一点 那个用户体验 需要做的简单一点 简单粗暴一点 所以有公司 来做这些东西 他们在 公司在招聘 然后公司有在增长 公司的数目也在增长 招聘的数目也在增长 代表是整个市场 才刚开始 然后我觉得很好奇的 有没有观看的观众 是在那个.com 那个那一波互联网爆发的时候 在互联网行业工作的 找工作的 那时候是不是也是 突然就爆出来很多 互联网相关的工作 然后爆出来的时候 爆发出来的时候 跟最后泡沫炸裂的时候 或者比较 整个完全普及化的时候 大概 有多长的时间 因为我们可以用这个 对比一下 因为crypto也是互联网的 里面的一个 其中之一嘛 接下来的下一个大 趋势 那可以 其实可以拿互联网的 adoption 来测量一下 我们现在到底多早期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 我们是不是在顶了 是不是买到很高了 只是如果我们可以看这工作 突然爆发出来的话 应该实在很早期 代表散户 和这些公司才刚开始 他们都还没有进来 虽然价钱涨了很多 看起来很不错 没有错 只是我们还是非常早期的 那我刚才就是说 想要拿那个.com bubble 来比较一下 这之前互联网爆发的时候 那工作机会 跟现在这crypto的工作机会 对比一下 如果有分享 如果有这个方面的经验 可以在评论里面分享给大家 我也蛮好奇的 好 让我们看下一个新闻 Bitfinex 这是其中一个 最元老的一个交易平台 他们要 integrate U2F authentication 这是什么东西 什么鬼 我也不知道 我刚才看了才懂 他U2F就是U盾 大家 如果在国内的记得 以前什么工商银行 招商银行 以前有一个U盾嘛 要网络转账 需要用U盾按一按 那是避免 那个黑客 就是如果你要交易的话 你必须有这个U盾 插到你电脑里面 输入这个密码 解锁这个U盾 然后确认你这笔交易 多少钱 到哪个账号 你按OKOKOK 然后这样子 把这钱打出去 所以Bitfinex 有一个叫做Bitfinex Pay 可能跟BitPay有点类似的 就是可以给商家去注册的 他们商家就可以收款 加密货币 然后他们多了这个功能就代表 就是Bitfinex的用户 你可以直接通过你的Bitfinex交易平台的钱包 去消费 然后通过Bitfinex Pay 和这个U2F 你可以直接在网购啊 什么的 直接通过你的Bitfinex钱包 所以我们现在见到 就是这些交易平台 越来越像以往的传统的银行 所以以往的传统银行 慢慢的再被这些交易平台 给那个替代掉 或者最后会 可能会某种形式融合在一起 就是这些平台 他们的那个力度越来越大了 他们已经参与Payment System 然后持有用户的币 就等于是银行嘛 跟支付科技 都被他们替代 开始替代掉了 所以为什么PayPal啊 或者Square 那什么Venmo Zelle这些 他们都想要 想要赶快加入加密货币 这种传统银行的 做这种传统金融的 赶快跳进来 因为他们再不跳进来 他们要完全被这些加密货币替代掉了 所以他们也要提供这些服务 然后目前是 他们说要支持 比特币支付 以太坊支付 还有这个叫做LNBTC Lightning Network的比特币 然后USDT支付 然后通过以太坊链 跟Tron的链 来进行这些支付 所以用户体验的话 就比如说 你在某个商店 想要网购 如果他们是一个 Bitfinex的 用户的话 就那个Bitfinex的商家的话 注册商家 你在结账的时候 就可以点 Pay with Bitfinex 然后接下来 他就会可能要你的 那个Bitfinex的 登录的信息 然后配合一个U盾 你就可以直接 通过Bitfinex 花你的加密货币 去网购了 然后为什么要用U盾 因为现在的时代 有那种SIM swapping 然后很多病毒 还有这些小设备 可以去攻击人家的电脑 就电脑很容易就中毒 很容易被攻击 所以如果要有一个 要有一个 physical的一个U盾 这样子会安全很多 会避免很多这些问题 像Coinbase很多人 账号被hack 之前就有这个问题 所以可能Bitfinex 才推出来这个U2F的 这个U盾的 2-factor authentication 避免账号被盗 然后我们看下一个新闻 SEC有可能在调查 decentralized exchange uniswap 所以uniswap有可能被SEC调查了 大家还记得uniswap之前空投吗 空投了一些unitb给大家 然后为什么他们选择空投 因为XRP之前就是一个例子 XRP和ICO那波 很多人被起诉 然后被SEC调查 说他们这个ICO是 Illegal的Securities 没有注册 所以这些都非法的 所以后来uniswap的策略就是说 我们就空投给大家 我们没有卖 没有众筹 那这样子就不是 就不是非法 就不会被SEC调查 现在SEC还是来调查他们的 然后他们是调查 把主要的uniswap的团队 开发团队叫做uniswap labs 然后并且他们 这个新闻有说 US regulator pay increase attention to decentralize finance 所以整个DeFi被SEC 有点盯上了来专门 来专门 他们在盯着这个 这整个领域 因为这个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这个金融 因为全部都没有管制的话 会很乱 对于这些政府来说 会管不住 然后被调查 对uniswap有什么影响呢 应该没有太大影响 因为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如果被调查说他们有问题 那美国是可以去 比如说不同的地区网路供应上 去禁止这个uniswap网站 或者让uniswap要求他们禁止在美国的交易之类的 他们应该不能要求uniswap去禁止美国交易 因为uniswap是去中心化的项目 只是他们可以 就是让美国的网路动力商 遇到这个域名 到这个网站就让你交易起来很麻烦 可能需要挂VPN 或者是 就是 就会让你很麻烦就对了 是他杀不掉uniswap的 因为uniswap是去中心化的 所以这里就牵扯到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喜欢找下一个uniswap 或者找不同的defi项目去投资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留意 不要投资中心化的 所谓的defi项目 defi其实是decentralized finance 它不应该是中心化的 只是很多项目 因为defi是一个关键词 这个有热度的关键词 所以什么东西 什么项目都说他自己是defi 其实很多是中心化的 他们是有一个团队 或者某一个人 负责人的 那如果是有负责人 有团队的话 是可以被sec 或者被美国抓起来也好 或者去被调查 被起诉 叫他们把这个项目 冻结起来之类的 那这种 如果你有投资这种币 他们自称是defi 只是他们实际上是中心化的 那会有美国 或者不同国家的管制的风险 它是可以把它封掉的 所以为什么要 找真正的defi 是真正要去中心化的财息 像uniswap这种 就没有一个central point of failure 不会说一个人抓起来 这个就完蛋了 像OKX之前就是 不是什么CEO还是CTO被约谈 然后整个平台的 T款就不能动了 就这种就是中心化的风险 所以 defi的话 如果你没有投所谓的defi 只是他们不是真正的 去中心化的项目 要自己留意一下 要小心 然后在加密货币里面 其实不应该去投 中心化的太多项目 为什么 因为你投中心化项目的话 就投有管制的 就完全符合国家管制的 中心化的投资公司 投股票这些 到加密货币就是要投 去中心化的 这是加密货币 和区块链的核心 就是在去中心化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 更多的adoption 更多的普及化 shop.com now accepts Bitcoin payments after partnership with Bitpay 所以Bitpay也是一个支付科技 在美国这边最大 应该是最大的 就是让商家可以收加密币 或者是他可以直接收美金 然后让用户可以去花 他的加密货币 的一个服务公司 然后他们可以 如果在shop.com 消费的话 可以 用比特币 以太坊 和 狗狗币 还有一些 dollar pack stablecoin 就USDC USDT 等等的 shop.com 我没有用过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用过 只是 他们的 他们的母公司 叫做Market America 然后他们的市场 有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香港 台湾 英国 新加坡 跟马来西亚 都可以用他们的网站 网购 然后都可以用加密货币 购物 然后我没有用过 他的网站 所以我大概去看了一下 因为他叫Market America 所以我就好奇 然后Market America 他们这边就是 好像看起来就很多 是美国的 Brick and Motor的store 就是美国当地人 会去实际的店 你看这里有 JCPenny 然后Ihop 然后Ihop 是那个松饼的 然后Beth and Beyond 然后还有很多Macy 等等的 就是这种美国的一些 实体的一些商家 所以可能 我觉得可能是在 暗示就是美国 这些实体商家 也慢慢的开始入场 都开始可以接受Crypto 就是慢慢 就是这些实体商家 慢慢的往开始可以 接受Crypto的趋势这边走 所以关于普及化 美国这边是一直在普及化 虽然中国完全打压掉了 只是美国这边在普及化 我们可以看到这进度 然后你看这里 他们这个头条就放了 BitPay Pay with Bitcoin Ethereum Dogecoin and more 所以基本上 据我理解是 我没有用过这网站 只是他们应该就是 你在什么 我刚才说的Macy BedBath and Beyond Ihop这些 你其实是可以消费Crypto的 只是要怎么消费 可能就是 要来这个shop.com 然后买一个那种 Gift Card之类的 你可以充 叫什么 预付卡 你可以充值Crypto进去 比如说你买一个 100块的 这个Ihop的 一个卡好了 然后你就拿这个卡 或者拿这个号码 你就可以去 Ihop吃松饼 然后结账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你的Gift Card 去消费 这是据我理解 是大概这样子的 然后这边还有 反线活动等等的 然后这个店铺有很多 还有一个是 1800 Got Junk 这也是美国这边一个 因为我最近搬家嘛 所以很多垃圾 那些箱子一大堆 然后我们当时 找了一个收垃圾 帮我们收掉 然后这也是其中一个 1800 Got Junk 收垃圾服务都可以 基本上就是 通过shop.com 你的垃圾要 处理掉 你都可以用 加密货币去 处理掉了 就多了一层麻烦而已 以后的趋势应该就是 这些店直接可以 收Crypto 那应该就完全普及化了 然后更多的普及化的新闻 Twitter to allow users to add BTC and Ethereum address to their profiles leaked screenshot 所以有人透露 Twitter Twitter还没有公开承认 或者没有发这个 关于这个的新闻 只是有可能有developer 这里面的内部人员 透露了 就是Twitter 马上可以加 你的以太坊 跟比特币的地址 然后应该是用来做小费的 狗狗币不是原本用来做小费的吗 然后这边你看 我们可以看 这边可以 send via Patreon PayPal 然后可以copy Ethereum address copy Bitcoin address 还有cash app 所以 Twitter应该是准备出一个 就是小费的功能 然后要加各式各样的币 各式各样的支付方式 然后这样子就可以给你 最喜欢的一些 那个influencer啊 KOL 支持他们 你可以去给一些小费 用这些支付方式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 receive tips in Bitcoin 我去转推一下这个 我之前没有看 Twitter is working on ability to receive tips in Bitcoin 你就设置一个钱包搞定 然后就可以那个 我转推一下 如果Twitter想要关注的 可以关注我 我是Mike Crypto Life 跟我的YouTube名字一样 然后这边他们说 比较特别的就是Jack Dorsey Twitter的CEO 他是一个比特币Maximalist 就指最支持比特币 然后只受比特币的这种人 只是他们这次选择的也加了以太坊 这是比较那个 比较特殊的一个 代表他对于以太坊也开放了一点 那接下来下一个我觉得就是对于其他的币啊 狗狗币这些也开放 然后上一次我们 我直播里面有翻译那个 那个是什么会议啊 Jack Dorsey跟 那个Elon Musk 他们在一个video call 跟那个Kathy Wood 是不是 然后Elon问Jack说 为什么他们不 他那么支持比特币 为什么不 从Twitter开始 让可以接受比特币 然后这应该就是Jack Dorsey去弄了 可能Elon一说 他就去搞了去支持这个比特币的支付 在Twitter上面 好然后再更多的关于新闻 我们这个牛市 我们说如果按照以往的结构的话 应该会到明年中 明年初旬左右吧 会再一次大爆发 然后SBI就日本 日本那边 Japanese Financial Conglomerate SBI Holdings 他们在又要 在set up一个 first fund in the country giving investors exposures to crypto 所以 日本的散户 马上可以入场了 或者日本的这些用银行的户 投资的这些散户 可以入场了 然后 他说大概在 11月会上市 然后可以提供日本人 日本的这些公民 来投资 比特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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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认为狗狗币也会在里面 为什么 因为狗狗币的这个面 狗狗的那个头像 那个狗 就是在日本 所以我觉得 他们至少得支持一下狗狗币 就纯粹因为狗狗币 也算是日本的文化的一部分了吧 对 然后这个就是原本的那个狗狗币的那个狗 就是这样子 叫Kabosu 我不知道我念的对不对 有没有讲日文的 Kabosu 所以我觉得SBI 他们应该也要支持狗狗币 应该日本人应该很多人 也很想要投狗狗币的 然后再来更多普及化的 Texas 美国德州 Cryptocurrencies now recognize under commercial law in Texas 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个会 这个法律通过 但细节我没有去看 我也不是律师 我也不懂 只是 这边总结的是说 Allow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to get involved with sizable investments 所以以往可能很多机构 他们想要大量投入 只是他们没有一个轨道 没有一个保障 他们不知道怎么投 现在德州的一些大的公司 大的机构 机构的资金 想要入场 大额的入场 是可以了 开放了 从9月1号开放了 所以 才两天前 他们当然不会一开放 就直接钱喷进来了 这是需要时间的 他们需要慢慢研究 去策划他们的投资策略 然后把他们的钱慢慢 入进来这个Crypto的市场里面 然后银行也可以Custody cryptocurrencies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就是在某种情况银行可以帮用户或者帮客户好了 帮客户持有这个币 客户可能是机构 可能是散户 然后这边说 This is positive for crypto generally because Texas became the fourth state behind Wyoming Rhodes Island and Nebraska to clarify commercial status of these assets 所以在 德州是第四个州 在前面有几个例子 是Wyoming州 Rhodes Island州 跟Nebraska州 先开放了 然后德州应该是 我觉得里面最大的经济体 应该是德州 而且甚至美国 整个美国 比较大的经济体 应该德州也是其中之一 因为德州很大嘛 产业也很多 然后我们还要记得 SpaceX啊 什么NAS啊 Elon Musk 他们全部都到德州去了嘛 所以这些都是德州的经济体 和机构 说明这位开放 SpaceX Tesla 他们对于比特币啊 或者狗狗币 更多的接受度 因为更多的 更清楚了 关于这些法律条款 更清楚 他们就可以做更多事情 帮助这个普及化 然后这边还说 This means parties to transactions have clarity regarding their legal rights and obligations Judges have a road map to educate dispute 所以如果有任何 任何纠纷的话 在法律里面会有一些保障 会有更清晰的一些规则 让 Judges 中文是什么 那个法官 可以去判不同的例子 然后有些例子以后 以后的法律会跟着 按照这些例子去进行 然后具体 每个双方有什么责任 就都会比较清楚 就比如说 Lenders know They have an enforceable lien on crypto pledged as collateral 或者collateralized loan 所以 关于这些抵押贷啊 有参与到加密货币 这些法律都会比较清晰 然后 应该会催化更多的 加密货币抵押贷 会更普及化这一块 不管你是质押也好 还是你去贷款也好 会把这一块的 法律条款弄得更清晰 然后 然后双方都有 该付出的法律责任 然后对于 这整个交易 就会比较多保障 然后会对整个加密货币 普及化会 会更完善一点吧 然后说到狗狗币 狗狗币来了 Durchcoin Foundation 复活了 好像六年 它没有动了 然后他们 他们要求 有一个 又有一个狗狗币的 copycat 又有一个山寨狗狗币 叫做Durchcoin 2.0 他叫他们改他们的名字 然后Durchcoin Foundation的 律师 去跟这个Durchcoin 2.0沟通 因为为什么 因为Durchcoin 已经是一个品牌了 那如果你 拿这个品牌的名字 去做一个什么Durchcoin 2.0 可能会误导 新的用户 像我们 你看我视频的 很多都是老手 你们知道 就只有一个狗狗币 然后你们也知道 这个加密货币里面 山寨的币很多 特别是 看到哪一个币成功 然后就会出一堆各式各样山寨币 山寨狗狗币 只是新来的人不知道 他可能觉得 我有一个狗狗币1.0 那狗狗币2.0出来 而且还比较便宜 那我应该买狗狗币2.0 什么都不懂的人 可能会这样子 等于是受骗 所以 狗狗币 Foundation 前几个礼拜 才复活的 Formal Restoration of the Dogecoin Foundation After Six Years 所以 这个Dogecoin Foundation 六年都没有活跃度了 把他复活了 然后Elon Musk也参与在里面 还有那个Vitalik也参与在里面 他们就会有一些资金拿去支持 一些Core Developer 一些开发 开发者 然后他们可能有 现在有一些律师的 他们去 去起诉 去追究着这个Dogecoin 2.0 这样不能这样子 去欺骗新的用户 这对整个市场都不好 所以这个是非常恶心的一个东西 我也不支持这种 你要去做一个币 就去做一个币 不要去蹭 完全这种 就是这样子蹭 狗狗币的热度 等于是骗钱嘛 然后是 虽然我们懂 其实很多新手会骗 会被骗 或者他们会 一进来 然后觉得很乱 然后就对这个市场 都不是 总体不是好的 好 然后我们还有看到 美国这边继续普及化 美国这边 这大力推 FTX.US 他们acquires Bitcoin Derivatives Platform Ledger X Ledger X是一个杠杆的 比特币杠杆的一个交易平台 然后他们是提供机构跟散户都可以用的 具体金额不知道 只是 FTX我们知道吧 我们之前有推过FTX 我们连接里面有FTX注册连接 那个FTX是一个交易平台 它也有杠杆 当然美国办的 不能有杠杆 只是他们在美国 应该也是想要做杠杆 然后他们想要推出更多的投资 关于加密货币的投资产品 所以他们去收购了Ledger X 那他们目前 他们后来的计划是怎么样 就不知道 然后Ledger X 好处就是他们不是那种 他们是physically physical settlement of all contracts 所以就是他们是币币的合约 就不是说 另外一种叫什么币 就不是币币的合约 所以这个实际的需要这些人杠杆的 他们需要真正的持有这些币 才能去杠杆的 他们不能说拿美金就去瞎赌这样子 是physically settled的合约 所以美国这边继续普及化 说不定到时候FTX US 说不定到时候美国开始推动杠杆 美国这边也可以 我估计如果美国推动杠杆 应该不会是125倍 像这种什么币安 那种很野鸡的这种乱七八糟的杠杆 可能就是那种三倍 五倍两倍这种的小 比较小金额的杠杆 可能FTX想要推出一些 或者一些那种 期权合约之类的 然后要符合美国这边法律的 好然后继续又是更多普及化 8月31都是最近的新闻 BitPay Wallet integrates Oneinch Network Dex Aggregator Oneinch是什么 Oneinch就是我们该不说的 Uniswap 所以Uniswap又有很多什么 有什么 那个Polkadot的网络有Polkaswap 然后那个币安的链里面有 那个什么Pancake Swap 只是以太坊除了Uniswap 还有很多swap Kyber Swap 我现在想不出来 我都忘记了 反正它就是 因为每个swap 它们的价钱的机制都不一样 所以会有很多不同价钱 报价 比如说你一个 WBTC要换成以太坊好了 然后你可能有四五个不同平台 它们去中心化的平台 它们的报价都不一样 比如说一个比特币可以换N个以太坊 然后它会帮你找到最便宜的 哪边换最便宜 这是Oneinch做的 所以它就做一个dex aggregator 它就把它合集在一起 然后帮你找最便宜的 然后BitPay的钱包 去跟这个嵌在一起 就是多了一个这Oneinch的功能 所以你在BitPay 如果可能BitPay是做交易 做支付的嘛 它可能也可以自己做一些交易 在BitPay里面 可能就可以找到比较好的价钱 然后可以通过去中心的方法 去兑换这些币 然后这个是非常好的 非常利好的 因为这样子代表 这所有的币 所有Oneinch支持的一些dex 去中心化交易所 都会有更深的一些liquidity 那这样子价钱的那个差价 就会拉得越来越近 不会说每个平台的差价都很大 因为比如说你有四个平台 差价很大 只是你交易量越来越大 这四个平台一直在被aggregate 每次都Oneinch都可以找到 最便宜的价钱 那自然而然 这个差价会被拉得越来越近 因为比如说平台A卖得最便宜 那很多人可以去平台A买 然后去平台B卖 然后赚这个差价 所以很多人这样去做了以后 差价就会拉近 然后liquidity就会变高 交易量就会变高 这对整个加密货币市场 都是好处 都是好的 然后再来我们一个最大的新闻 PayPal PayPal reportedly looks to take on Robinhood with stock trading 所以我们可以看 我们上一个视频有报说 Robinhood的加密货币的 Robinhood Q2的所有的利润 有41% 基本上有一半是来自于加密货币 所以PayPal看到这个 他们对这个也有兴趣了 PayPal也要入场 他们也想要做一个Robinhood 大概就这个意思 他们想要做一个交易平台 可能也可以卖一些股票 买卖一些股票 给散户的 就简单粗暴就买跟卖 可能没有什么挂单 那么复杂的功能 买卖 然后还有加密货币 然后他们也要加入Crypto 这个市场 所以PayPal如果在入场的话 那这个加密货币的交易量 也会更多 因为PayPal跟Robinhood 又是另外一群 两个不同群体的用户 虽然都是 主要都是美国这边 只是 PayPal入场的话 就代表更多人入场 然后所有对接 PayPal的银行 Visa Master什么卡 可以充值到PayPal的 基本上他们都等于是 被动性的通过PayPal入场 不管是股市也好 或者是加密货币也好 所以PayPal来竞争Robinhood 然后这个新闻一出来以后 PayPal股票 涨了3.6% 然后Robinhood跌了6% 这样子 然后这就是最后一个普及化新闻 好 然后今天新闻视频就到这里为止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帮我订阅点赞 然后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我尽量争取一个礼拜都出一个视频 只是下个礼拜我不确定 我尽量也出 因为我下礼拜三次我回洛杉矶 我开货车回洛杉矶 把我公寓里面剩下的东西都搬出来 把公寓合约节约掉了 然后彻底我就搬到这个Las Vegas这边 所以下礼拜我不一定可以出视频 如果尽量吧 礼拜五 下礼拜五 我礼拜三四搬家 可能礼拜五收拾一下 可能五六日早一天出一个视频 然后谢谢大家观看 还有一致对我的支持 虽然我有时候有一搭没一搭的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 然后祝大家有一个好的Labor Day Weekend 美国这边有一个长的周末 这边是一个节日 应该全世界都是Labor Day 就是劳动节 祝大家劳动节愉快 然后有一个美好的周末 再见